嘩 節瓜煲燒骨湯真是超級香 喝一身又香又清甜 好喝得來一點都不會油膩 節瓜就煲到很軟 吸收了燒骨的油份之後 吃一身都很好吃 這個節瓜煲燒骨湯真是有肉食又有湯飲 除了冬瓜和絲瓜之外 節瓜都很適合夏天煲湯 今天我們煲一個節瓜燒骨湯 全部材料在這裡 節瓜不需要刨皮 把外面毛刮乾就可以了 夏天的節瓜和燒骨一起煲湯 真是最佳排檔 燒鼠又下火 煲出來的湯又清甜 不要切得太薄 否則會煲得熔熔爛爛爛 這個湯我們還要加微豆和二米 二米要先炒一炒 微豆要用水提前浸一浸 二米用小火炒 慢慢炒 炒過後不單單去濕 對我們的皮皮胃胃也好很多 炒到有點黃黃的 節瓜燒骨湯的靈魂就是這個燒骨 燒骨是否漂亮呢 要聞一聞 聞一聲沒有臭油溢味 就是新鮮靈燒骨 骨肉相連 嗯 直接吃了很香 還送粥送飯送酒都一流 如果市場買不到靚燒骨 試試廣州花刀這個雲海角燒骨 它是廣東花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加熱就可吃了 白酵白亮味道非常好 五代全盛秘製 配料表都很乾淨 全部都是豬隻骨 加了秘製的香料 這個燒豬骨就特別好吃 這個豬骨精選養了360日的靚豬 燒粥1980元 用來煲粥或煲湯都超級棒 開袋即食 超級方便 全部都是真空包裝 看到沒有 燒骨的香味就不會流失 這點很重要 外面買的燒骨要放很久 一股臭臭味或不新鮮的味道 煲出來的湯就不好喝 外面的燒骨也用雪藏骨 或者放了很久 所以煲出來的湯就不太好喝 把材料全部倒進去 加三個香菇和瑤柱 湯就更加鮮甜 再加一些花生 兩粒蜜棗 一塊是老鋼的陳皮 再加一些阿女兒喜歡吃的粟米 燒骨不用斬 整塊都放進去 不用太多放兩三塊就行了 這麼漂亮這麼乾淨的燒豬骨 就不需要滴水了 直接加滿農村生存開始煲 大火煮一整個小火煲40分鐘 煲了一小時 超級香 可以聞到很清新的櫛香味 這個湯已經夠鹹了 千萬不要放鹽 不可以給Miu媽喝 要什麼喝 櫛燒骨湯 好香 我要一塊小骨 我要出賣 櫛和燒骨都好吃 哇 燒骨 櫛湯 好香 一喝櫛湯就有入一下的感覺 這個湯還沒放鹽的吧 不要放啊 燒骨夠味 適合 好喝 好好喝 快喝 這裡有筋 肉很滑 骨頭很漂亮 骨頭也不會抑 這是排骨液味 這個湯記得加快沉皮 不要喝很多 好棒